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个娱乐圈都为之震动 面对舆论的巨大压力 此时的成龙没有羞愧难当 反而觉得开心极乐 并急忙给远在美国的林凤娇打去了电话 当时她早已做好了离婚的准备 只要林凤娇对此事提出质疑和责备 她就顺势提出离婚 而一旦离婚 林凤娇将一分钱都拿不到 或许是看多了身边兄弟因女人受伤害 妻子拿了钱财就逃跑 于是两人结婚多年 成龙一直都提防着林凤娇 每个月除了给母子俩生活费之外 剩下的片酬都攥在自己手中 成龙常说 她的钱是自己玩命赚来的 她还有一句名言 这辈子唯一能相信的人就是自己 除了自己 我不会相信任何人 她还霸气地对生了儿子的林凤娇说 如果离婚 你拿不到我一毛钱 只是没想到接通电话的林凤娇 默默听完成龙的倾诉后 心平气和地说道 不用解释 你先去安抚人家 不要伤害到人家 也不要让人家伤到我们 如果需要我出面 我也会出面帮你 那一刻 面对善解人意的林凤娇 成龙瞬间内疚不已 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 她觉得自己简直坏透了 一边是咄咄逼人的吴奇力 一边是善解人意的林凤娇 成龙自然毫不犹豫选择林凤娇 于是她立刻坐飞机 飞去美国向对方道歉 并在不久后召开记者会 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说出那句渣男名言 我只是犯了全天下 很多男人都会犯的错 这一次成龙也彻底放下了戒心 而没哭没闹 以退为进的林凤娇 也在忍辱负重20年后 拿到了成龙20亿的财产 林凤娇和儿子房祖明 也渐渐从幕后走向了台前 在这场感情的大戏里 成了人生赢家 而吴奇力带着自己生下的小龙女 却走向了悲剧 至今依然被很多人当作笑谈 可如今这场大戏 已经落幕23年了 再回头看看林凤娇的选择 到底是真大度 还是有苦难言 成龙是在林凤娇生房祖明的前一天 和他与美国秘密结婚的 没有戒指 也没有婚礼 这对于林凤娇已经很委屈了 他心里也明白 如果没有这个孩子 成龙必定不会娶他 1981年 在秦晓琳的介绍下 27岁的成龙和28岁的林凤娇 终于相遇了 缘分就是这么妙不可言 那时候贵为金马影后的林凤娇 已经开辟了属于自己的时代 和清祥林秦翰 林青霞一起 匪生台湾影坛 前途不可限量 可遇到成龙之后 林凤娇还是彻底沦陷了 在爱情面前 娇羞的就像个弱女子 即便当时的成龙和邓丽君 绯闻传得满天飞 林凤娇也以为 只要自己足够优秀 足够贤惠和大度 就能赢得成龙的心 义无反顾 投入到大哥的怀抱 贴言蜜语之后 爱情的子弹 轻而易举 击中了林凤娇 每多久 林凤娇就怀孕了 为了生下孩子 1982年 林凤娇暂别影坛 和成龙秘密到美国领证结婚 生下儿子 房祖明 不过成龙并不想林凤娇 过早进入自己的生活 曝光在媒体的美光灯下 理由也编造得合情合理 我一有女友 就有女粉丝会自杀 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 外界很少有人知道 成龙和林凤娇的关系 更不知道 他们已经生下儿子 在成龙的生活里 林凤娇仿佛是一个 隐形人般的存在 夫妻两地分居 却给成龙的烈焰 创造了无数机会 对外成龙也一直宣称自己是单身 每拍一部戏 几乎就能产生一次绯闻 和钟楚红 张曼玉 励志 邱淑珍等等 都因拍戏摩擦出绯闻 甚至连隔壁的外国友人 都曾传出过 因迷恋成龙而自杀的传闻 1998年 在拍摄电影时 大哥又遇到了 比自己小19岁的吴奇力 蠢心萌动 迅速开启撩妹模式 在剧组对吴奇力百般宠爱 甚至放话 只有吴奇力到了 才开拍的霸总豪言 手底下的好兄弟们 也很捧场 一个劲儿叫吴奇力为龙嫂 出出茅庐的吴奇力 哪里见过这种证实 不久就沦陷在 大哥的甜言蜜语的呵护中 好巧不巧 爱情的子弹 这一次射中了吴奇力 擦枪走火之后 大哥本来不想要这个孩子 没想到倔强的吴奇力 却也执拗 非要生下来 只包不住火 1999年 小龙女吴竹林出生 东窗事发 将成龙推到了 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可令吴奇力想不到的是 本来以为 可以写龙女 以令大哥 逼迫正宫退位 没想到大哥成龙 完全不按常理出牌 林凤娇也祭出杀招 以退为进 最后吴奇力将自己 活成了一个笑话 受尽了世人冷眼 可拿到了财政大权 让大哥回心转意 真的成为赢家的林凤娇 开心吗 做大哥的女人 并没有想象中的 那么轻松 那么快乐 首先为了让大哥 能够继续在外面 维护自己的形象 助推大哥的演艺事业 蒸蒸日上 做得行旗良母 甚至连自己的儿子 走在大街上 也不能说自己是成龙的儿子 一家三口分居两地 大哥太忙了 忙到每年只能团聚两周 大哥当然是没时间的 忙啊 忙拍戏 忙拍拖 忙把妹 忙出轨 就算如此贤惠了 大哥依然防着你 害怕你骗他的钱 处处提防 就连出轨都明正言顺 就等着和你离婚 然后哈哈大笑 开心无比 丈夫在外 花天酒地 妻子在家中辛苦太娃 哪个女人能够如此隐忍 林凤娇一次次忍了 就连成龙出轨无起力 面对小三的咄咄逼人 居然也忍了下来 她内心不会痛苦吗 答案是no 她何尝不想离婚 可为了孩子 她还是选择了一忍再忍 如果没有孩子 没有牵绊 完全可以一刀两断 何必做原谅教主 在得知丈夫出轨那段时间 林凤娇将自己 关在自己的房间 默默哭泣 将引泪留给了自己 女本柔弱 为母则刚 那时候的房祖民 也伤心落泪 也为母亲感到不值 或许某一刻 也痛恨自己有这样一位 风流成性的父亲 可现实有时候 就是如此荒诞 多年之后 房祖民也活成了 父亲的模样 在父亲的张罗下 进入演艺圈之后 绯闻比起奶腹 有过之而无不及 酒醉之后 和众多女生泡酒吧 还夸夸其谈 曾交往过十位女星 连国际章和冠西哥的 前女友也在其中 估计大哥看到这些新闻 也会望洋心叹 感慨庆祝一蓝 而剩一蓝吧 大哥偷欢时尚 且知道躲避媒体的追踪 房祖民则完全不怕媒体的 长枪短炮 屡屡传出 同时交往几位女友的新闻 坏女友如同菜场买菜 学好难 学坏容易 当之言之凿凿 不喝酒 不吸毒 不乱开车 结果一样没落下 最终身败名裂 让大哥失望不已 也让观众唏嘘不已 不过大哥家大业大 即便是儿子堕落了 要养活儿子 应该绰绰有余 光在北京的房产 就是普通人上百辈子 也赚不来的 名下的公司 也多到一双手都数不过来 成龙是1978年 开始报复的 他拍的电影 蛇形雕首和罪权 大获成功 揪一口气 买了七只钻石手表 他每天换一只带 带出去给武行的兄弟们炫耀 成龙最奢华的时候 同时拥有50多辆车 这些车 占满了家和公司的所有车位 成龙也被称为家和小霸王 这位小霸王的钱包 永远都是鼓鼓当当的 成龙说 平时随身 一定要带很多现金 才能安心 带很多现金 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因为以前穷怕了 第二是因为成龙不会签名 而信用卡 都是需要签名的 成龙特别强调 他钱包里 有好几张信用卡 签名栏里都是空白 成龙后来在接受采访时回忆 是从小龙女的事情开始 他终于开始信任 默默为他付出了将近20年的妻子 林凤娇 也是在这情况下 成龙立遗嘱了 遗嘱上他把自己一半的财产 留给了林凤娇 有人说 林凤娇的心胸宽广 非世间普通女人可比 否则 怎么能忍成龙十几年之久 那么成龙的心胸宽广吗 我们来看看成龙曾说过一件趣事 当年不得志的时候 有一家服装店 曾经看不起他 后来自己出名了 也有了很多钱 就特地跑到那家服装店 让店员把衣服 一件一件的拿给他试穿 接下来成龙随意指几样 要求送到他的公寓去 最后再挑毛病 退回去一些衣服 用来刁难和报复服装店 这件由成龙说来的趣事 说明了什么呢 针对成龙和林凤娇的婚姻 可能有人会说 林凤娇是不幸福的 但其实不然 林凤娇一直是幸福的 原因无他 林凤娇和大众眼中的幸福 不在一个层面 大众眼中的幸福 要有一个全心全意 爱自己的人 林凤娇眼中的幸福 组建一个经济稳定的家庭 过上吃穿不愁的生活 如果仅从这个方面出发 显然林凤娇实现了 毕竟从始至终 她的生活都是无忧的 就算前妻没能得到丈夫的爱 她的生活也保持着一定的水准 对于一个从小就辍学养家的少女来说 这样的生活已经很美好了 更别说后期 林凤娇还得到了爱人成龙的心 和她众多的资产 要知道 如果夫妻离婚 林凤娇只能得到粉丝的支持 除此之外 别无益处 而原谅成龙 不仅能得到成龙的愧疚和疼爱 拿到上亿身价 还能给儿子一个健全的家 所以想都不用想 林凤娇会选原谅丈夫吧 毕竟后者对她来说更为有利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